先建立專案,我建立第二個好了 然後位置不要選錯 我這個地方本來是example,我把它改label,其他都沒改 你點點,意思就是說在可能一個大的domain底下 有個小的domain,大的domain在後面 大中小 所以你就是名稱,反正公司名稱加部門名稱 或者加你的名字 那這個地方是不是剛剛有同學會選錯 記得不要選錯,因為剛剛是不是選到6.0 是不是還是怎麼樣,我發現這邊如果選錯 選到6.0的話,可能就會有什麼contain main 這些東西出來 所以你注意一下,因為我是直接就這樣選到4.03 版本不要選錯 NAS,然後選預設的 不要選其他的 然後NAS 然後其他這個應該也固定 你不要打勾,Finish 那做完之後的話 反正不外乎就是把那個需要的動作加上去 包含就是說 第一個,也許你那個layout 最上面那個layout 那那個layout的話一定要自己打上去 它沒有辦法去自動幫你產生 所以這個你只要一個小地方 你沒有做對 後面可能整個就亂掉了 OK 那再來就是說你那個環境 我發現好像 因為我沒有發生過你們那個問題 所以我有時候我也不知道怎麼告訴你說那個該怎麼辦 好像剛剛同學秀一個東西給我 說真的那個我也沒有見過 因為說真的我是按照標準流程 可能我的是就是這樣子的標準流程 所以怎麼run好像都不會錯 可是你們不曉得是不是可能一個小地方 因為太特殊 像Apple裡面的 我可能是 你是在Apple裡面run 對 對 所以那個問題 我不知道跟OS有沒有一點關係 那個可能要再去try 那這種東西永遠try不完 對不對 有時候對 像你的想法很好 你乾脆直接換一台電腦比較快 換一台電腦馬上就ready了 對不對 所以這個 好 那再來的話就是 我們剛剛不外乎就是第一個就是 切到這邊之後 他預設是design 那剛剛還有同學 本來切過來 再切回去 這個手機不見了 為什麼手機不見 我也沒見過 所以我也不知道怎麼跟你講 我從去見一個就好 砍掉重來比較快 因為有的時候 他那個就是你可能裡面有標籤 沒有對稱 你沒有對稱他就跑不下去了 跑不下去就沒有辦法幫你把它畫出來了 所以不外乎就是這些東西 那這個我也沒有辦法幫你 因為這東西 所以這東西就是不能急躁 你就寧可反正慢 因為 我如果你順你熟的話 你大概shoe一下就過去了 但你不順不熟 你就shoe太快 有時候就差一個步驟 結果就是不對了 如果沒改的話 他一樣外面那一層 最外面那一層還是relative 其實不改 改不改好像 最後的結果好像應該不影響 不過之前我是習慣上是把它改成linear layout 那什麼叫relative 顧名思義嘛 relative 就是相對的 意思就是說你放在裡面的 原件跟原件之間的關係 它是相對的距離 所以你無論是放在小的裝置 或者放在大的裝置 你看起來它是相對的位置 它不會差太多 那linear是線性的 線性的就是有垂直的跟水平的 所以vertical就垂直的 就一直往下堆疊就對了 那horonto就水平 它就一直往右去堆疊就對了 所以這個概念應該有啦 所以這是板型的設定 那當然第一個 我如果用標準流程 這個切到TES 請你把這個改過 那也許你不會改沒關係 你就delete掉 打一個L 大的L 它就出來了 有沒有 然後你把它點兩下 它又恢復正常了 OK 有沒有 不過它一下子有沒有 剛剛有錯誤了 不過你移開 它又恢復正常了 OK 不過這要 你有那個feel吧 你沒有那個feel 你就 感覺完蛋了 這個壞掉了 它又重來 所以你慢慢習慣了 第一個 就把它改成linear layer 第二個的話就是怎麼樣 把這個裡面 它的字裡面有個TES 當然你用舊的也可以 要不然你就把它delete掉 重新再拉一個可不可以 也可以啦 反正不影響 那你這邊打上什麼呢 這邊的話呢 先找到這個HoloWorld 把它改成什麼 電話號碼 字打上去應該沒問題 第二個的話呢 它的顏色改一下 剛剛也會跳一個顏色 我們隨便選一個顏色 按個OK 字的顏色就上去了 再來的話 其他屬性 我想你習慣就自己再打 就改一下 再來的話呢 把它的字的大小 30SP打上去 enter一下 OK 不過特別注意喔 這個地方出現錯誤了 我在想 應該你們也是類似這樣 這個地方一定是小血 如果你打大血 它就掛掉了 OK 所以記得 這有時候是那種 一個簡單的感覺 SP 小血 千萬不要打大血 你就會跳出這個東西了 OK 好 這樣就正確了 沒有問題了 寬至於要多寬 你可以拉一下 跟它一樣寬 OK 高多高呢 其實你可以從哪邊去調整 這邊有一個wise 就是warp content warp content 所謂warp content 就是根據裡面的內容 去做調整 記得像剛剛同學是直接 match parent 它就變這樣 那下面的東西怎麼樣 就放不下了 放不下之後會怎麼樣 就全部都 跑到看不到的地方了 它不是不見 它是因為 你設定的關係 設定錯誤了 OK 所以 這個沒辦法了 你一定要去 理解這裡面 到底是 做什麼用途 你把它改回來 就OK了 再來做什麼 特別注意喔 剛剛我們 要在做linear layout 設定之前 有沒有發現 看一下這個圖示 這個圖示 它是水平還是垂直的 水平的 所以等一下的東西怎麼樣 它會一直往這個方向 所以你又放一個 怎麼跑到那 很簡單嘛 記得關鍵在哪裡 就是在這個的orientation 請你把它改成什麼 Vertical 因為這個 我不曉得 可能有些同學 英文不太好 需要多學一個單字 Vertical 垂直 OK 然後呢 就可以直接幫你變成垂直的 這個也是關鍵的 因為剛剛如果沒設定 剛剛有同學沒設定到 那就會怎麼樣 就會一直往這邊跑了 OK 然後 不過它現在好像 因為你變成垂直的 所以它又改變了 所以這個時候的話 你再把它稍微改一下 也許你就是把它 再warp contain一下吧 warp contain 如果它沒有回來 你就是再把它refresh 如果實在回不來 你就幫它怎麼樣 用那個拉的方式 再幫它拉一下 如果 因為有的時候 你改變方向 裡面的元件 它沒有跟著動 怎麼辦呢 手動幫它調一下 這個有時候是經驗 我也不知道 調一下就OK了 再來的話就是說 再加上那個水平的 要加三個按鈕 所以加一個Holy Rental 你可以從這邊丟 丟到哪裡呢 丟到 記得喔 最外面的這一個layout 放開 它會多一個layout出來 不過特別注意喔 它現在的那個高度太高 對不對 如果你是沒改 等一下會因為太高 而造成底下的東西不見 所以你可以怎麼樣 像warp contain一下 不過因為裡面沒有東西啦 你會變一條件 那什麼時候會變動呢 當你放一個按鈕進去的時候 它就會自動再去幫你warp content 所以你會發現喔 現在框框變大了 那其他的東西的話 反正就是照這樣的 就是 再去變動它的高度 比如說像這個 我們是60個DP 這個按鈕60DP 然後裡面的字 自己再改一下 就分別這樣子 一個一個做啦 其他我想應該 就剛剛講的東西了 試試看喔 這個我想 細節太多了 那有一些東西 能夠幫各位截圖的 我已經都幫各位 放在這上面了 所以大概幾個重點 1 2 3 4 至於有一些東西 如果你來不及其啦 沒關係啊 回家再把錄影 做slow motion 或者repeat一下 反正因為這東西 一直來講去 就這些東西 那有些我做太快了 你們可能來不及其 那最後 如果你實在是做不出來 沒有關係 因為等一下要講程式 所以喔 你等一下還是做不出來 你記得先完成一件事 就是這邊是有程式碼 從從哪裡呢 從這個linear layout 把它一直按shift鍵 選到哪裡呢 選到linear layout Ctrl C 然後呢 把它貼到哪裡呢 貼到我們剛剛的這一個 就是我剛剛不是又新增了這個 你實在 因為我沒有那麼多時間 你就貼到第二行喔 第二行這邊 先把它蓋上去 然後save一下 就先出來了 那我們就完成 這個第一階段 介面的設計了 因為等一下要跑程式 如果你這個介面沒做完 我向你等一下也會跟不上的 OK 不過盡可能的 還是要把這個畫面給拉出來 OK 因為以後你們要做一個app 不外乎就是先把畫面給設計出來 設計怎麼設計 就是從旁邊元件拉過來拉過來 把它排整齊 讓人家好好點選 最好圖大大的 按鈕大大的 字也大大的 然後按下去就能夠做他想要做的事情 那就是一個app了 不外乎就是這樣 越簡單越好 我們這邊功能很簡單 等一下就是按下某個按鈕 他能夠去幫我做什麼事情 大概就是這樣子 所以跟那個上個禮拜那個 Hello World是有延續性的 Hello World也有什麼 不外乎先宣告 再連結 再建一個事件 那因為會有13個按鈕 所以這裡不可免的 可能用13個事件會來處理 其實就可以了 如果你不想要把它簡化的話 你再加個13個按鈕的事件 它按下去就可以達到你要的預期的效果 OK 這裡的話我想各位試一下 好